今天晚上麦迪和他所效力的青岛队依然是延续着低迷的表现 他们在客场是以99比104输给了拥有3万元的天津队 8连败的阴影已经把麦迪和青岛队压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麦迪和他的青岛队带着7连败的战绩来到了天津 也许是妻子的现场观战给麦迪带来了动力 在他的带领下本场比赛青岛队总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可惜所谓巨星风采又是弹花一线 麦迪的光芒很快就完全被天津队阵中的道格拉斯所掩盖 亚洲第一空位带领金门虎坚决地反超了比分 首阶战霸天津队以三分的微弱优势领先青岛 四阶比赛青岛队派上了徐贵军 老树开花的老徐果然厉害 第一次出手就稳稳拿下两分 青岛队也稳扎稳打 在比分上一直与天津队交替领先 关键时刻天津队的三万元再次成为了比赛的胜负手 看看这一次道格拉斯和哈维的联手表演 不过或许是哈维有点兴奋过头了 在一次强打内线成功之后 哈维做出了摇手指的动作 除了万元给力 天津队本土球员的火力也很是猛烈 张南用一个个精准的三分球彻底蚕食了青岛队的信心 随着道格拉斯这一季飘逸的压哨三分命中 天津队以53比38领先青岛多达15分 结束了半场较量 当胜负不再重要的时候 那个无所不能的麦迪似乎又回来了 后仰跳投 空中接力爆扣 甚至是干拔三分 他用精彩的个人秀取悦了道场支持他的球迷们 只不过这种爆发似乎来得太晚了 最终 天津队以104比99击败了青岛队 送给了对手八连败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